一路上杀手追杀 王阳明怎么竟然逃命逃到老虎窝里 到了农场言语不通 他又如何通过唱歌与当地人沟通 五百年来王阳明第六集 生死那道关 公元1506年 王阳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磨难 当时明武帝诸后赵刚刚即位不久 又加之旗昏庸荒淫不理正事 致使大太监刘锦专权朝政日非 这年冬天 只是一个小小六品兵部主事的王阳明 因为仗义直言 上书明武宗 矛头直指流紧 结果被投入诏狱 亭杖四十 贬折贵州农场 公元1508年春天 山巒迭障 沟壑纵横的贵州 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得正旺 在通往农场邑的崎岖山路间 一位面容轻瘦 两眼却炯炯有神的书生 正缓缓前行 王阳明就是这样 在一个春意盎然的世界 抵达贵州农场 出任农场议议程 那么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诏狱 又生生挨了四十亭杖的王阳明 是如何逃出身天的 前往农场的路上 他又是如何逃过 仅一位杀手的追杀的 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 李波教授一起 追随一代新学宗师的脚步 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 体会我心光明的豪情 近期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 第六集 生死那道关 在公元1506年的除夕夜里 北京城家家户户 都在过着团圆的夜晚 而身陷领域的王阳明 身处躁狱之中 那是内心和身体都备受煎熬啊 真是叫面临生死两道关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 他被停障四十 我们上一集就讲到 明代的这个停障不得了 尤其是从刘景开始 这个停障要扒了裤子打屁股了 以前可以垫棉裤 可以垫被褥 就是挨打可以有护具的 现在把护具都撤了 所以有人就被当场给打死的 所以这个王阳明停障四十之后 幸亏的身体底子好 那是撑下来了 但是也被打了个奄奄一息 二一个是他被关进的地方 是锦衣卫的躁狱 这个就不得了了 我们上一集也说到 这是在明代最恐怖的一个地方 虽然王阳明自己曾经 做过刑部的官员 看到那个监狱里头 牢狱的那种悲惨的真实的景象 但是他所见到的刑部的监牢 比起赵狱啊 那简直是没法比 为什么呢 那晚明的民族英雄 瞿世四曾经了写锦衣卫的赵狱 可怕到什么地步 一属提及 就是来抓你 记下正佛 正佛师的赵狱 魂飞汤火 惨毒难言 苟得一诵法司 便不斥天堂之乐意 因为那个时候的赵狱啊 一般人是关不进去 所以非常可怕 进去之后 魂飞汤火 惨毒难言啊 但是你难以想象 里头恐怖到什么地步 如果能够把你改送到三法司的 比如说刑部的大佬 那就简直是从地狱到了天堂啊 当年王阳明说刑部的大佬 就已经是十八层地狱了 那这个赵狱啊 就是在十八层地狱之下 所以非常恐怖 王阳明是凭着一种坚强的意志 在这个赵狱里头 渐渐地缓过劲来 这个时候 他也有惶恐 也有迷惑 尤其面对生死的时候 就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王阳明 开始把兴趣 注意力放到什么上头呢 他想到了 文王聚而演周易 众你鳄尔座春秋啊 所以 当年周文王被拘禁起来 在那个时候在干什么 在开始推演周易 周易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 尤其是古代文化 一个重要的源头 所以 在那个人生 困顿之极 别无出路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人 所以王阳明在这个时候开始研究起周易来了 当然了 王阳明在狱中推演周易 他不知道狱外已经天翻地覆 刘景搞了一个兼党名录 王阳明一个小小的六品兵部主事 位列第几呢 排位第八 啊 梁三好汉排座次一样 兼党按照重要性排座次 哎 这个宦官集团所列的兼党 就是文官集团的这些英雄们 王阳明居然排第八 前面都是什么 刘景啊 谢迁啊 各部上书啊 官职最小的李孟阳 那也已经是天下文坛的盟主 这个王阳明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个六品兵部主事 居然能排第八呢 刘景为什么对王阳明这么重视呢 其实刘景重视的不是王阳明 重视是他背后的那座山 是王阳明他爹王华 王华我们知道在孝宗朝 那孝宗皇帝就非常尊敬了 孝宗的老师嘛 而且也是一代理学大师 毅然成为文人的一种精神领袖 所以刘景处理王阳明处理的很重 那意思就是说 哎 王华怎么样 到我这边来 你儿子 那我就高抬贵手 而且派人向王华示意 王华怎么样 哎呀 王华虽然焦虑自己儿子的命运 但是文人的气节绝不肯退一步 啊 绝不肯向刘景求情 让他放过王阳明 啊 只有淡淡的一句 我儿子做的是对的 别的我不说 啊 在这个风雨欲来之际 啊 我自窥然不动 所以后来这个王华也被贬官 被放到南京去做吏不上书 你别看吏不上书很大 其实放到南京去就是一个贤职 而王阳明呢 在狱中挺过来之后 朝廷的处理意见下来了 啊 已经名列这个兼党名录第八名了 对吧 处理意见是什么呢 啊 既然挺过了 挺葬又挺过了赵玉 没死 刘景一看没死 然后怎么办 处理一件事 编这个贵州农场 农场议议程 啊 一下子 编到农场议做议程 你不要以为刘景是善心大发 王阳明的好朋友战若水 看到这个处理命令下来之后 战若水是一个非常达官的人 但是都觉得 王阳明无生还之望 为什么 贵州农场议那个地方 就在现在的贵州的贵阳市的修文县 我为了讲王阳明 我专门还去看过那个地方 啊 现在很漂亮 还有阳明国际文化园正在建设 但是那个时候 在这个大山丛中 藏力之地 满山都是叫做蛇灰王两 都是独虫 基本上派到那儿去的人 流放到那儿去的人 那就是死路一条了 明代这一点和宋代一样 给你个官职 扁官到那个扁 其实是一种流放 就像把流放 这个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 那意思就是你死在那儿不要回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毒的 把王阳明流放到贵州农场狱去 王阳明从狱中出来 这时候身体伤还没完全养好 但是撑着一口气 朝廷把他流放到贵州农场去 他得去啊 这时候先和京城的这些 友人告别 其中像蘸热水这些人都来送他 公元1507年 王阳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 离开北京 前往贵州农场 但是谁能想到 心狠手辣的刘瑾 却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王阳明 他居然派了杀手 准备在王阳明去农场的路上 干掉他 那么手无寸铁的王阳明 是如何逃过锦衣卫杀手的追杀的 荒不择路的他 又是如何逃命逃到了老虎窝里的 那么与京城友人告别之后 王阳明首先绕到浙江 想要回家看一看祖父祖母 我们知道他和祖父祖母的感情很深 然后再赴农场议 这一路上拖着病体走啊走啊走 走到杭州的时候 王阳明突然发现 本来他从赵狱出来 以为大难不死啊 其实死亡的危机 死神一直跟着他 发现刘锦派的锦衣卫的杀手跟上来了 所以你看啊 刘锦哪那么轻易放过王阳明 这是有双保险的 第一先贬到农场去 那基本上没活着希望 第二就是再加一道保险 最后在这个去农场议的路上 就把王阳明给干 那王阳明到了杭州之后 发现锦衣卫的杀手已然跟了上来 这时候体现王阳明的一种极致 他怎么摆脱这个危局 他到了杭州之后 发现锦衣卫的杀手已然跟了上来 所以在一个夜晚 王阳明提了两首绝命诗 其中有一首诗 是这么写的 学道无成岁月须 天乎至此月何如 生成许国见无补 死不忘亲恨不 自信孤中玄日月 其论一谷葬江云 百年成子悲何吉 日夜超胜弃子去 这是以死明治 这是绝命诗 很明显的死治已绝 然后到了这个江边 锦衣卫杀手已经追了上来的时候 王阳明当时面临危险的时候 设了一个局 金蝉脱鞘 为先生治前唐 仅遣人随真 先生夺不免 乃脱颜头将以脱之 王阳明把绝命诗和衣物脱下来 放在江边 然后锦衣卫追得很急 王阳明实在没有办法 这细药做的族 就一头扎进了前唐江里头 你要知道其实这也很危险 但幸好杨明怎么样 王阳明浙江渔谣人 水性是不错 然后他潜伏在一艘商船下面 这个锦衣卫的杀手追上来之后 看到王阳明的绝命诗 看到他江边的衣物 就相信王阳明已经投江自尽 然后就回去 到刘景那复命去了 可以 所以当时浙江 浙江的文人知道了消息之后 很多人都很沉痛 因为王阳明作为文官集团 师大副阶层的一个耿介之士 敢最后挺身出来 反对刘景 遭受牢狱之灾 那已经成为文官集团的一个英雄的存在 而这个时候被锦衣卫追杀 在前唐江边投江自尽 有好多浙江的文人师大夫 包括官员 都到江边来祭奠哀悼王阳明 阳明的家人 浙江老家 知道听说他投江自尽之后 也怎么样 也伤心欲绝 北京的那些好朋友 听到了之后也很伤心 都以为王阳明投江自尽 唯独占若水 这个知己啊 王阳明的知己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反而伏长大笑 哈哈大笑 说此乃英雄欺人 王阳明什么样的人 怎么可能自杀呢 他一定是他的金蝉脱鞘之籍 所以王阳明那天晚上 跳入江中之后 但是也疲惫至极 后来躲在一艘商船的底下 然后被这个商船上 船上的人把他救了 然后他就跟着这个船 本来是打算到周三群岛 在上岸 掩藏行迹 结果遇到了风 后来一直吹到福建沿岸 沿岸海这个地方 王阳明这个时候非常落魄 然后只得告别船主 寻路而行 不知不觉间走入了武夷山中 这个时候王阳明怎么样 饥寒交迫啊 浑身也没立体 在大山之中不变方向 这个时候突然看到远处 有一座寺庙 哎呀 啊 杨明很高兴 我们知道杨明这个是对佛道两家 是曾经经言过的 也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看到寺庙之后 赶快去投诉 好吧 元气一样一样 结果敲了半天门 这个破旧的寺庙 庙门 呲牙一声 开了一条缝 伸出来半个脑袋 一个光头 一个和尚 这个杨明就告着求诉 然后这个和尚上下 打量了他一份 哐当把门一关 根本不搭理他 落难 落难与我何干 门一关 王阳明一看 再下麻烦 人家不收留 这和尚太不仁慈了 是不是 你说还是出家之人 慈悲为怀 也没办法 人在落难的时候 是不是 胡落平阳 龙戏浅滩 那没办法 那只好王阳明又往前走 走了一段 发现有一个很破败的 已经彻底荒弃的破庙 那前面那个庙破一点 那还有人住 这个庙呢 是彻底荒腿了 只有这个几岸上面都是灰 然后王阳明这时候 困顿之极嘛 再加上本来身上就有伤 又一路逃难 实在是撑不住了 趴在香岸上 就睡着了 半夜里 只听着音风呼啸 还有这个吼声连连 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仿佛山中有猛兽 有老虎就在他身边转悠 但是杨明先生太困了 困极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一觉睡醒 天光大亮 杨明突然听到一些动静 睁开眼 也吓一跳 为什么呢 昨天门缝里露出来了 那半个光头 这时候正瞪大了 那个贼没鼠眼的眼 死死的钉着他 杨明吓一跳 赶快坐起来 还没问他呢 结果那和尚说 你居然没事 难道没有老虎吃你吗 杨明多聪明的一个人 突然恍然大悟 这个和尚居心可恶啊 其心可诛啊 原来这个和尚 他为什么不收留落难之人呢 这已经是他的经营之道了 得取意外之才的方法 所有落难的人 他都不收留 然后知道前面有个泡泡庙 这个破庙已经成了老虎的窝 大家都不知道 白天就睡在这个破庙里头 晚上老虎回来 把人吃了 人吃了之后 行李怎么样 就成无主之物了 然后这个和尚第二天白天 在吧 这些人的行李捡回去 发一笔意外之财 所以这个怎么样 叫其心可诛啊 但是这个和尚看 杨明真乃神人业 居然怎么样 老虎都不能吃他 对 所以这个年谱里头就说了 说这个和尚 见先生方熟岁忽时醒 今曰公非常人也 不然德无恙乎 就是 你一定不是平常人啊 要不然老虎怎么可能不吃你呢 我这方法百事不爽啊 对不对 哇你这神人神人 然后就恭恭敬敬的 把王阳明请回庙里头去 你看啊 就说明王阳明的气场大 大到什么地步 大到老虎都不敢吃他 圣人自有其事啊 圣人自有其吻其忌 所以王阳明 虎口余声 但是这时候也没别的地方去 为了修养生息 要跟和尚来到他这个庙里 到了和尚的庙里头 住下来 得以喘息 有一天 王阳明走出 这个禅室 走到院子里 突然发现庙里的 这个院子里头 做了个老道士 老道士一看王阳明就笑了 伸手招手 来来来 王阳明一看惊住了 什么人啊 这个道士居然是二十年前 他在南昌铁柱宫 见到的那个老道士 因为他的新婚之夜 不是和他老婆一起过 是和这个老道士一起过 这缘分深了 所以老道士一看王阳明 笑着说 二十年前 曾建军啊 今来消息 我先闻 你还记得吗 当年我给你约好他 二十年后 我们还有援战监 王阳明 觉得此奈神任意 这个道士不简单 道士上山来 看来就是为了点化王阳明的 怎么点化王阳明的 然后道士知道了 王阳明的这个经历 就问他做何想法 现在王阳明 劫后余生 死后余生 对不对 面临生死的重重考验 从刘景的停葬之下 从景一卫的追杀之中 从赵玉的 这个大牢之下 终于 见得一条性命 这个时候的王阳明 情绪怎么样 已然低落到极点 可以说 心念如灰 所以就给道士说 此后 隐形长计 你既然事事这么危险 我不如隐居 融化于天地之间 我跟道士 您学道就算了 对不对 道士摇摇头 说你这样 虽然逃得一时 但是以刘景的毒辣 以这般宦官集团的毒辣 你是逃得了 你父亲怎么逃得了 你何家的亲人怎么办 我们知道王阳明 学佛学道 到最后 始终心中放不下 亲人的那一点 叫血脉之亲 对吧 血浓以水 儒家最讲究的这一点 所以到最后 还要顾守儒家的根本 所以王阳明一听 哎呀 确实如此 我一人虽投得危难 可是父亲怎么办 家中亲人怎么办 又怎么躲得过 刘景的毒手呢 那该怎么办呢 道士一笑 你不是学艺吗 我们就来补一挂了 哎呀 这个时候道士 就当着王阳明的面 哎 为阳明补得一挂 补得明一挂 明一挂 是周易六十四挂中的 第三十六挂 明以立坚真 什么意思啊 其实他主要的精神 就是要讲 这个人要怎么样 内在要意志坚守 而外在呢 要怎么样 旷达顺从 柔顺以待外 然后坚定以手内 自然困恶进变 所以王阳明一看的 名一挂 大册大物 当季回去之后 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杨明先生 大册大物 写了一首诗 显一远不至胸中 可以浮云过太空 夜境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夕 下天风 这种境界 夜境海涛三万里啊 人生就像一夜偏周啊 在那个波涛汹涌的 大海之上 但是心中自有一轮明月 用了禅宗的典故 月明飞夕以下天风 踩着西藏 就跨越千山万水了 所以这首诗 王阳明 这首七绝 非常棒的一首诗 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已然怎么样 清洲已过万从山 所以王阳明 从五一山中出来 先首先 没有赶回浙江老家 为什么 在怕锦衣卫兰呢 是不是 在怕走漏的消息 先偷偷地回到了南京 为什么到南京呢 他父亲那座山 对吧 他背后的那座山 王华被贬到南京 见到了父亲 父亲也以为 儿子已经死了 惨遭锦衣卫毒手 但是看到儿子 这时候活着回来 非常高兴 但是这个父亲 我就说 一座山嘛 大智慧 然后给王阳明怎么说 既然朝廷 扁你为 农场一层 这是官方的任命 不论怎么 刘廷怎么陷害你 这个任命 我觉得 即使是农场 千山万水之险 你还是应该去上任 杨明也是这个想法 父子同心 然后毅然上任 王阳明拜别父亲 踏上了前往贵州农场的道路 然而王阳明在赶赴农场之前 为什么还专门偷偷回了趟浙江老家 公元1508年 也就是正德三年的三月 历经种种生死磨难的王阳明 终于抵达了贵州农场 那么明明是去当一战一战的王阳明 为什么只能居住在石洞里 听不懂当地方言的他 又是如何通过唱歌 与当地人沟通的 这时候当然了 他爹毕竟是南京立不上书 然后还派了三个仆人 自己最亲近的仆人 让他们跟儿子去 跟他去农场上任 那么离开了父亲 王阳明去农场上任 路过浙江回老家 然后这个 见到自己的祖母亲人 一一告别 而且在这个时候 这个浙江的这些文人 听说杨明活着回来 恶守称信 好多人还要来拜他为师 所以杨明正式开始搜图 这时候搜了三个徒弟 最重要的一个徒弟 就是鼎鼎大名的徐爱 徐爱就像王阳明的炎回 就像孔老师的炎回一样 在王阳明的弟子中 地位最为独特 然后王阳明告别亲人 告别这些学生 然后带着三个仆人 毅然决然奔着贵州的万三重几 奔着那个充满了舍灰 所以王阳的农场就去 所以这个农场的可怕 年朴里头也说到 说农场在贵州西北万三重击中 社会王阳古独藏力 与君渔人绝舌难逾 可通渔者皆中土亡命 形容这个地方环境可怕到什么地步 极其可怕 说这个地方啊 在万三重击者大山里头 充满了舍灰亡粮 独虫特别多 古独藏力 这里头古独 藏力 藏力之地 原始之地 毒气 所以到那人没多少人能活得下来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什么呢 都是少数民族 他们说的话 绝舌难语 汉人根本听不懂 语言不通 大家完全语言就不通 可通渔者皆中土亡命 能够语言和你相通的 都是什么 都是中原被流放过去的亡命之土 王阳明此去就要和这些人在一起 王阳明经过艰苦跋涉 带着三个仆人 终于来到这个贵州农场义 这个义站 说是义站 现在徒有其名 为什么呢 到了一看 傻眼了 连个茅草房都没有 一站这个旧址的这个地方 啥都没有 住的地方 连遮风避雨的都没有 结果苗人也很紧张 来了几个汉人 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了 结果一问 大家说话也说不通 对不对 王阳明那时候也不懂 苗人的语言 苗人也不懂汉语 大家完全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都很紧张 所以杨明一开始 没办法 也没住的地方 苗人对他们也很戒备 怎么办 只好住在一个小三洞里头 这个小三洞后来可有名了 现在叫做杨明小洞天 王阳明住在里头 就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杨明小洞天 他取号的那个杨明 在会计山上 这个就叫杨明小洞天 这个小洞天在哪呢 就在现在的贵阳市 修文县城东 一座山叫做七峡山上 他也叫七峡山 南京也有个七峡山很有名 他也叫七峡山上 有一个洞 就叫杨明小洞天 王阳明就住在那 这个小洞天啊 我后来亲自去看了看 其实不是很大的一个洞 真是叫小洞天 而且那个顶啊 其实并不是很高 也很压抑 到这个洞的后面 但又变窄了 变高了 所以那个洞呢 是不规则的一个洞 住在里头不是很舒服的 结果王阳明一开始没办法 只能和仆人们就住在这里头 住在这里头 水土不服啊 葬礼之地啊 蛇灰亡两啊 很快就怎么样 就生病了 王阳明你想 从赵狱里头熬出来 又受了四十停障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又一路逃亡 被锦衣卫追杀 然后又投钱塘将 然后又在五一山中 虽然 逃得余生 虎口逃生 见到父亲之后 然后坦然赋认 这一路上稍微僵养了一下 但是 这一年来身体怎么样 也被摧残得很厉害 到了这个环境下 本来身体强壮的人 到这个环境下都很难撑着 更不用说王阳明现在在乎身体 所以一下就病倒了 然后这三个仆人就围着他 就照料他 好不容易 王阳明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结果他的这几位同仆又病倒了 他病倒了就算了 他的仆人都病倒了 你想想 这个反过来杨明怎么样 还要照顾他的仆人 王阳明怎么照顾他们呢 除了给他们煎草药 还要给他们聊天 鼓舞他们的怎么样 那种生气 所以王阳明你看 他在艰苦的环境里头 为什么能够挺下来 他的身体备受摧残之后 他先病倒了 说明他体质最差 他们四个人里头 结果他最先病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内心中 那种蓬勃的生机和希望 所以他以此来感染 他的仆人 给他们聊天 唠嗑 说笑话 王阳明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非常善于说笑话 不仅唠嗑 聊天 说笑话 还怎么样 杨明的绝招 唱歌 唱歌给他们的仆人听 王阳明还很喜欢唱歌 所以后来王阳明 儒家讲 李乐教话 有道理啊 是 对那个中小学里少教一些 什么奥数啊 卷子做题啊 多教一些音乐啊 艺术啊 使得人的心灵达到一种美丽的沟通 这多么重要啊 王阳明唱唱歌 就和苗人打成一片 所以这时候苗人看他们几个 都是好人嘛 大家情感认可了 然后就帮他们开始搭房子 建房子 就在这个小洞庭院旁边 建了一个草屋 王阳明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虽然是一个茅草屋 后来他把他变成了苏院 但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破败的草屋 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呢 何漏轩 这也从论语来的 孔子说君子 何漏之有啊 只要是君子住的地方 再简陋 何漏之有 所以叫何漏轩 他写了一篇文章 何漏轩记 这篇文章很有名啊 这个何漏轩记的原稿 据说现在珍藏在这个 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院 日本人是视为珍宝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文化中 杨明先生 那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以说没有杨明心学 就没有日本的明智维新 所以杨明先生在这个 绝地之中 硬生生的 从自己的内心 开发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来 然后从他的杨明小洞天里 从他的河漏轩里 看到一丝 人生蜕变的光明 但是你要以为 黄阳明就此 摆脱了生死的全部考验 就等待着升华 那还不尽然 因为他一个人面对的生死 还不能 还不足以 使他激进升华 也就在 他写完《河漏轩记》之后 他在农场 还有一篇 更著名的文章 标志着他人生 极尽升华的 关键蜕变 那这篇文章 又是什么呢 又是哪一篇文章呢 他又写了什么呢 我们下集再说 谢谢大家